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就是在這裡 我們上次有兩個 部分要跟大家說明 第一個就是有一個 我們上次那個螢幕分割的 好第一節課的 第一節課的有一個螢幕分割 那時候沒有弄出來 因為我發現原來是 我的這邊頭領的關係 所以視窗變條 這個東西他爬到另外外面去了 所以看不到 那這個是要做什麼 您看一下 我們常常在用螢幕的 就是那個視窗的時候 尤其你是寬螢幕的 寬螢幕的呢 您會發現說 我們上次有提到 比較寬 可是我們常看網頁的時候事實上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好沒有那麼大那怎麼辦 你看比如說因為像我現在是螢幕變小了 等於螢幕變小 事實上我旁邊這邊 外面這裡的 外面的空間 有沒有我看網頁是不是差不多這麼大而已 到這邊而已 旁邊是不是還有空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在用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寬螢幕就有點要像雙螢幕那種感覺 等於說你可以把另外一邊把它怎麼樣拿來用 那麼我們Windows7支援一半的嘛 支援一半就是你拖到旁邊去之後他就是不是放到最大就是2分之一 但是這個軟體呢就是有提供什麼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因為很多時候三分之二比較有用 或三分之一 尤其是說我們主要軟體在這邊這邊可能換一些小工具 對不對 你的memo啦或者有時候看股票的時候有沒有 放在旁邊嘛 不用開全螢幕啊對不對 或者是像MSN啊或者是像 Facebook啊都一樣就放小的東西 那 這樣子或者是有時候我們需要 像比如說我最近 期中考完了我們要打那個成績 同學的成績可能 你要輸到學校系統裡面你肯定在Essail或者其他計算好了 那到那邊他就 批進去嘛 那就是要左右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很好用啊 那你看 我以這個來講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二分之一 對不對再點一下有沒有三分之一 再點一下三分之二 這樣是不是比較方便 好那你也可以靠上面 二分之一 一點點 如果你要靠這邊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在分配就比較方便 你不用老是那邊 因為寬螢幕之後 我以前最大的痛苦就是 老是那邊拉來拉去的 視窗要不要拉來很麻煩 那中間就是放到最大 所以就很單純 所以你這個 這個軟體也不用安裝 所以你下載了之後 很單純的就只要去執行他 像我的在這邊 這裡一個 這裡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就執行他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用他的時候 你找到你的右下角 點他一下 那個按鈕就跑出來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跟大家再補充一切 有一個我講錯的 要這邊 跟 升級要跟大家修正一下 就是我們說Windows7檔案總管 他有一叫自動開啟的設定 什麼叫自動開啟 這個地方呢你用了Windows7檔案總管 好 來這裡 我們如果平常我們從這邊點 比如說我從這邊跳資料夾 好 一般來講 這裡我已經有打開了 所以你看 我從這邊進來的時候 這裡會變 上面會變 有沒有發現左手邊這邊有自動展開 那如果你把那個選項 預測是沒有開的 這裡 有一個叫自動展開有沒有 預測是沒有開的 所以當你是這樣用的時候 你看一樣把它收起來 比如說我現在 一樣從這邊 好我選到這個資料夾 你會發現 這邊有開 可是下面這邊不會開 好下面這邊會不會開 所以這個是那個自動展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他會不一樣 這個是 跟大家稍微補充說明一下 上次 這地方有稍微 講錯了